可是小胖 我們是壽星階級 像你現在這樣帶團還穩定嗎 帶團目前還穩定 一國月大概有得 一團是兩團 兩團差不多可以賺多少 可是更慘 像這一次像我們同業的 金融風暴H1N1 就像八八水災 你知道嗎 有人三個月帶不到一團 你說來台灣的團還是出去的團 都一樣 出去的來台灣的 因為增多州少很多人 但是有些旅行證都指定說 就找那幾個殺手去帶團 你看考照執照的人 殺手是什麼意思 砍匠 不是 會去洗那個購物的 那有些人假如說成績不好的話 他就分不到團 分不到團 三個月帶不到一團 尤其假如說帶團出去的好了 你像早說今天不是很厲害的 說句實在話 你也是擺在那邊亮著 那擺在那邊亮著說 兩個月不到一團 像我的師傅 帶日本團 兩個月分一團 日本團不是很旺嗎 可是日本團看你成績啊 因為大家賭得兇啊 那賭得兇很奇怪 你就是你的生意不好 你的成績不好你就旁邊亮著 你看我還有底薪喔 他們還沒有底薪喔 那你看他一團下來 一萬塊兩萬塊 帶一團 才可以賺一萬塊幾萬塊 一萬塊幾萬塊 因為他是用賭的啦 用標的啦 你假如說沒有標的話 假如說 像那種所謂的freelance 我們講的freelance 緊去帶的話 二十個人五天 你也只有一萬塊 所以你這樣 就是有底薪再加上 再帶個一到兩團 這樣應該也是一個月收入 大概幾萬塊吧 差不多五到六萬吧 五到六萬人一半就百幾萬了 所以說我算是 真的 三十九年不吃不喝 還買不到房子 你是不用擔心 不吃不喝的問題 對啊 我都吃別人的啦 三天九天不用擔心啦 長時間也是要擔心 那其實說句實在話 像我們啦 比較擔心說 像你看油價這麼高 油價一高 每個人都核包都縮 那因為旅遊這東西 說句實在不是民生必須 這是所謂的 我們講空間拍照叫奢侈品 那奢侈品 可以有可無啊 我如果掉底子沒有 我不要出去嘛 第一個削減的就是旅遊預算 所以說你一減 什麼都沒有 好 人家都會開始比 那比到後面呢 你必須要去賭 等於說完沒帶團之前 我就要先拿錢去給人家喔 說我要去帶這個團 這個團有幾個人不知道 會不會買 不知道 你六萬塊養家是剛好夠 你要付貸款嗎 不用 要啊 要嗎 要啊 你還在貸款十幾年了耶 沒有啊 我總共是兩間併在一起嘛 十八 十九乘以十九嘛 併在一起 你是十九坪十九坪變成三十八坪 你媽媽拿地去換的是十九坪 對 然後你又買了隔壁的十九坪 對啊 兩間打成一間嘛 兩間打一間就比較大間一點 所以說人可以住的比較多 不然說十九坪都要是兩房一廳 沒有啦 你如果住四人就差不多丟房了 你住六的是爸爸媽媽也跟你住一會 三代同堂那樣就對了 因為小胖一勾的譬如說六萬塊 因為這其實有一個變數 就是說 天下雜誌他做了最新的調查 他說其實這一個2010年 大家最擔心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擴大 有多少人這樣認為呢 就是三趴的憂慮 那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民怨 就是說 我看到房地板怎麼這樣蓋 我一勾我又壽星階級 那種希望的幻滅 會變成我相對的剝奪感 對 憲勢兄 那這樣子政府難道不會有政策出來嗎 這個現象也不是台灣 我覺得全球的都是共同的一個現象 我們台灣講說M型社會 記得上次在節目說 我說台灣不是M型社會 是LO型的社會 只有5%到7%的人 他是巨富非常有錢 我們以前經過那個皇帝住的地方 我們都肅然起敬 現在你知道你從那邊過 大家都是頂禮膜拜 都已經趴下去膜拜 因為你93的人是趴在地上 因為第一個薪水沒有增加 工業救援機會沒有 那第二的你又沒有額外的收入 然後物價又再上漲 那這個現象就會讓有錢的人更有錢 沒有錢的人更沒有錢 那就是要補充一下 皇帝住的地方是在建國 皇帝的寶貝 不要講皇帝住的地方 建國 花市那個附近 建國 花市跟仁愛入口 對對對 我們要跟大家說 我沒看到皇帝住的地方哪裡 現在有那麼多要分幾幾 要兵禮膜拜 因為那已經200萬了 193萬了 對啦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社會的這個感覺不公平的現象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政府有時候為了選票 他會用政策來打壓 對 比方說把利率拉高 比方說把這個什麼 手次購物貸款或什麼東西 或者是那個對建商的貸款會緊縮 對 難道這些不會逼的政府有政策出來嗎 會 那目前來講 包括豪宅稅在研議 銀行緊縮這個信用的額度 就售款的額度 本來可能有一些帶到八成九成 現在已經可能降到七成 那另外這時候您剛剛點到的 就利率已經不可能第一點三 現在公交人員的一個補助是1.3 就規定至少要1.5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啦 對豪宅人來說 對豪宅來說 我告訴你 那不痛不癢 但是到不癢 我們以前說殺人一萬 自損三千 現在電腦犯 殺人三千自損一萬 電腦對我們中產階級 對我們生托小民 重重打擊 當然 因為靖宇剛剛講說他有個好朋友 他有錢 所以買了五千房子 那都是瑪莉亞在租 對 不好意思 那五千房買的到底是比有什麼大呢 他在等真實啊 那還是投資嘛 投資 那投資到之後有一天會不會變泡沫 會 台灣這一波是這樣 台灣這一波其實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剛才比利要講 我也是大家要問的 這一波支撐房價的這個起漲 那會不會也是另外一個泡沫的行程 我們要問是這個嘛 先叫什麼叫泡沫 假設台南區的家 台南區的家如果是 他不會起泡沫 是頭30萬 40檔的家屬30萬 都認同嘛 合理 40萬的東西 30萬起到60萬嘛 所以這就是他的泡沫就30萬嘛 30萬還加30萬就是 那30萬是泡沫30萬嘛 現在台南區的古著 已經差不多 起5檔起來 起6檔起來 46幾年 46檔後 這30萬 究竟到50萬的餐 有人出來買嗎 有 絕對55萬人出來種了 為什麼 因為你55萬 乘以2的餐就是 110萬 現在已經不及110萬 為什麼 因為裡面的土地 都已經成交掉200多萬 煮炸土地成交200多萬 你把它追到就是 買賣的房子 所以當你發現說 新的跟旧的之間 好者在賣150 140 130 中國家在賣55萬 60萬 人家就錢賣了嘛 所以這個多幾億 撐不下去了 他的30萬消不下來 哪來泡沫呢 你如果說三個那三個所在 為什麼新的房子可以賣那麼貴 就是好者 你知道這一波裡面 我們知道這個環境長了5年 應該要下來休息 那為什麼這一波 又上去 只有半年的休息 就下來就上去了 因為我們的政府 已經讓一陣稅調降 就是說 一陣稅好 所以一陣稅的時候 過去造雪期 造雪期 因為這很高嘛 大家都造什麼工事 造雪幾造嘛 回來搞不清楚多少錢 直到那個 阿朗哥說 嗯 貨桌子差不多四五千萬出來 他都嚇一跳 叫一個人來開火 阿朗哥在關錢 阿朗哥在關錢 彭海南 好 阿朗哥 所以可以從宏義身上 看到皇帝長春天 你不知道阿朗哥是什麼人 阿朗哥那天 突然講話的時候 很多學都講話了 哇 這次穩定了啊 為什麼 其實阿朗哥只是咳嗽而已 你以為他是H1N1嗎 不是嘛 所以他也沒有講說 歷史要調升 我說銀行要注意到受信品質 注意一下你的審查 還有你的對象 不是只是搶搶利率那麼低 但是也沒有人敢出來講說 利率要調高啊 現在我們出來的經驗 是只有一個經驗委主委 出來講話而已嘛 你要去什麼 要去什麼 所有的機場捷運兵啊 說要去什麼 青年安心專案 那才會付錢啦 你要學親衣 學香港的親衣 不會付錢嘛 現在最實在的東西 你要配套嘛 買不到錢 現在1萬元 10萬元的什麼事要買 哪靠 三個 哪靠 哪靠 雖然靈口也實際了 你聽我講嘛 沒錯